Hello 各位早晨 歡迎各位回來繼續收聽我們今晚的節目 剛才烤天夫人分享了一些有關女性劣根性和男性劣根性的話題 剛才Eric提到她老婆在哄她老婆召喚 但因為提起錫安教 她很傷心 傷心就不要提了 我們這個節目大家開心一下 沒必要找一些不開心的事情出來說 所以她幫我們慰問你老婆 再看《Pacific Rim》 我很喜歡的 Eric也說她老婆很認同夫人說的話 即是夫人有了道 證實 Tadeo補充說不僅女朋友覺得她低能 很多人的老婆女朋友都覺得Tadeo低能 她是這樣寫的 你看她那句話 她真的喔 是嗎? 很多人的老婆女朋友都覺得 我想Tadeo應該是個賤男來的 她搞其他人的老婆和女朋友 是不是? 真是離譜 真的 喂Tadeo你不可以這樣 你不可以說我小孩子而已 我喜歡搞誰 搞不可以這樣 不對的 知不知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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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就說了 男人的劣根性就是色情 你真是道也有道 你不可以搞人老婆女朋友的 是不是? 恩怨被人切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好啦 因為沒有聽眾call in 我就可以有兩個方案 就信問一下夫人的意見 嗯 我就可以 Tadeo說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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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按著她寫的東西去說 因為我是讀聖經的 我專門最擅長的就是文字分析 因為她文字寫了什麼出來 我就推斷她裡面 按著那個文本去說 我都是耳經解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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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回答一些信仰的問題 又或者說Netflix 你覺得誰 如果說Netflix 我就會說那些浪漫戲 好啊 浪漫戲是嗎? 好啊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 那個 好 那我先準備好了 好 好 我拿走那個美女的樣子 好 分開兩集 可以分開兩集 那現在我們 今晚我們就說說 這個Netflix 現在是多少月了? 十二月沒有? 十一 十一月最後那個星期 現在是Netflix上面有些什麼 是Romantic Movie 就是Netflix 有的 那我就說一下 但是呢 其實我看過很多電影 但是那些電影的內容裡面 我看的比較少 其實就是Romantic Movie 所以如果其他聽眾 有什麼補充 都可以說的 OK 好 那先看一下 我排A到Z 那這個就是香港Netflix 那我相信 大家都是 北美應該會多很多 是不是? 好 那第一出呢 這出呢 500 Days of Summer 我想應該很多人都看過 那男女主角都是漂亮的 都是好看的 其實這部電影是好看的 但是就是因為她裡面的女主角 她的行為 她的所作所為 是太過惡劣了 你可以說這部電影是愛情片 她也是 是一個挺好看的愛情片 但是同時 就是 我差不多是恐怖片 也是 如果在愛情裡面 你遇到一個這樣的女人 真的很嚴重 那部電影 你有沒有看過? 老婆 你有沒有看過? 500 Days of Summer 我沒有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可能你看過的那些 因為我有在Netflix 那裡 我拆牙的時候 我有開過一點點來看 她那個 她那個故事 就是說 有個男生 認識了一個女同事 她的女同事 她有一點點 傻瓜 但是 因為她是美女 所以你不會覺得她傻瓜 而是 好像天真哀 那種 好像 天真 那樣 後來 總之她們就拍拖 但是 她們的相處 就不太好 她們已經拍了拖 但是那個女生 對她 還是好像 若跡若離 拍了拖 都還當她做兵 差不多是 那樣 這麼慘 對 很離譜 那個人 一時 一時 就說 這樣 接著 沒多久 又變了第二樣 那個人變來變去 總之 那個女生 你又 那個女生 有一種 女神 但是 她的性格 很惡劣 就是一出這樣的電影 所以看的時候 那種 代入感 就是這個男生 你真的很傷心 真的是 心痛 但是是一齣 拍得好的電影 所以我覺得是值得看 但是是一齣很殘忍的電影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齣電影 你看完之後 那種感覺應該是有種 Bitter Sweet 那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是Bitter 比較多 哈哈 我覺得這齣電影 可以classify 下去 Horror Movie也可以 哈哈 這麼嚴重 是的 還有 Wai Lui 她說 之前介紹過 Definitely Maybe 在香港很難找到 看Netflix有沒有出過 行貨 Blu-ray Amazon 一定有 因為北美的Blu-ray 和香港是同一個區碼 你不會在Amazon那裡買 北美的Blu-ray 然後你也看不到 好像在英國那些就不行了 你留意一下 北美應該是OK的 所以你在Amazon.com那裡找 你應該是可以 但我經常都在Amazon那裡買東西 因為Amazon那些東西 真的是特價 真的很便宜 但是其他電影 如果HIV也有 Amazon也有 有時連運費 Amazon機 都比HIV便宜 所以是OK的 你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我自己已經有 所以我最近沒有看過 Amazon有沒有 你可以找找 Kid Beattie 他說Netflix Bodyguard很好看 因為我現在太多電影 在追 我剛剛才追完整套台劇 愛的3.14159 我會背 所以這陣子沒有時間 我還有兩齣 Bodyga是新戲嗎? 新的劇集 不是新戲 我還有兩齣劇集 我最近沒有時間看 那個什麼 Amazing 不是 不是Amazing 叫什麼 Chilling Chilling Adventure of Sabrina 好像看了一一集 兩集 另外那個 Hunting 不知道什麼 我兩出都想看 這裡有個聽眾 他說美版Death Note 算不算Romantic 神經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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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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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是不是 那就是 你看看 這個冰 冰如寒煉成的 那些人 形容了500日 的夏天 那一集很離譜的 就是 他拍了拖 還當那個人是冰 拍拖拖都還若即若離,她的行為真的很殘忍,但是那個戲的設定,又設定到她好像笨笨笨,好像不明白世事 但你看到最後,有沒有這麼假? 她是第一次拍拖,或者小一點的時候,所以不懂 她是上班的,她不像第一次拍拖 但這齣戲可能是男性角度,女性角度可能會有點不同 我自己男生看,我覺得很恐怖 如果我遇上一個這樣的人,真是混蛋 這齣《10 Things I Hate About You》我想看,但仍未看 如果有看過的朋友,可以跟我推薦一下 這齣《50 First Dates》,聽說那個日本版就好看很多 那個長澤正尾做的,這齣我沒有打算看了,所以我不會推薦 其實那個Adam Sandler那些戲,我全部都不會推薦 除了一齣,她有一齣說她做她老婆911死了,然後她很不開心 那齣是認真的戲,那齣不是笑片,我覺得那齣挺好看 所以大普遍來說,Adam Sandler那些戲都是不行的 這齣我都不會推薦的了 有人推薦這個 看看,誠意推薦,A Short Film About Love 不知道了,不知道了,這個沒有聽過 看看這裡有沒有 那些港產片就不要看了,是不是黃百明那些 那些可能是,我不研究了 那Long King Polly,我記得我小時候好像看過 但完全沒有印象,都是那些一般的笑片 應該是一般的,我覺得不要浪費時間 那這些全部都沒有看過 很多都沒有看過 其實我也想問很久,在Netflix有些一格格 她灰了是不是已經沒有看過 她最近拿走了,會不會 我想是 《Before We Go》好看 我挺喜歡的 有美國隊長和女主角 其他戲她很多時候做配角 但她在這齣裏做主角,我覺得都挺好看 都是一個挺漂亮的女生 說她們在一晚裡相識 然後有一些經歷 說一下她們的connection 出戲也不是特別好看 她們的對白也不是很精靜 但是在一齣看完覺得感覺不錯 感覺舒服的一齣戲 那些小品戲 那些小品文藝戲 我覺得挺好看 而且我出戲最突出 我覺得她裡面選的歌很好聽 因為這齣戲是美國隊長自己拍的 你會覺得她們的音樂品味都不錯 看看 然後 《Blue Valentine》就拿走了 但《Blue Valentine》是一齣很好看的戲 又是恐怖片那種類型 看完那齣戲的感覺 你會覺得 那個男女主角 她又不是不關心對方 但是 她那齣戲 她們是去到一個位置 她們是 又沒有辦法關心對方 已經是去到 一定要分開 好像很矛盾那樣 但是那齣戲表達出來 你會覺得 都言之成你 不是強行來 就是 關係是會去到那一點 是挺真實的 所以 那齣戲是好戲 但是她現在好像 應該可能看不到 是吧 《Bridget Jones》 我從來沒有看過 那些女性的 你有沒有看過 那些女性的戲 《Bridget Jones Diary》 沒有 沒有啊 其實那女主角我喜歡 我喜歡Renee Selvinger 因為她做那個 那齣戲 Jerry Maguire 很好看 所以 有一段時間 她是我女神 現在她整容 我了 當然不是 但是 那齣戲 我是女生看的 所以我從來沒有看過 其他 《Cinderella Man》 聽說是好戲 但是我不喜歡 《Russell Crowe》 所以我也沒有看過 看看 《Confessions of a Shopaholic》 我也看過 我也挺喜歡的 我覺得不錯 就是 也是走那個 《The Devil Wears Prada》 有一陣子流行過 那齣戲 這齣戲 是走那一類的路線 還有那個女主角 我喜歡 這個就是 《Definitely Maybe》 那個女主角 我很喜歡她 雖然她拍戲不多 但我很喜歡她 這齣戲 《Coyote Ugly》 我那個年代 就是 那些情鬥初開的男同學 很喜歡看 因為她覺得裡面的女人很棒 我記得我好像看那些 Pay-Per-View 或者家裡那些 因為以前我老爸很厲害 他自己 做了一個人造衛星 他買了一個衛星 衛星那個碟 當然不是放上太好的人造衛星 就是那個太空碟 他在家裡裝了之後 他可以看到 別人要付錢才能看到的電視 所以那時候我看很多戲 有一段時間我看很多戲 其實就是這樣看回來 每晚放學 我回來 就是 在那裡看這些Pay-Per-View 是那時候看回來的 這齣戲 我有看過 有人問你 有人問我什麼 你最喜歡的戲 是啊 《夏女友醉》是很好的愛情片 我覺得她是 她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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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好看 我覺得很好看 那是經典 我不是覺得她很可愛 我覺得她很可愛 我覺得她很浪漫 很好看 夏女友醉 當然是愛情片 她也有懸疑的成份 但我覺得她最好看的部分 是愛情的部分 令到那齣戲很好看 因為那個導演 她拍過很多懸疑片 但是她有很多戲 我喜歡《夏女友醉》 甚至乎多過《Old Boy》 她拍攝的懸疑部分 她是首度拿來 你是預料好看的 但是在《夏女友醉》之前 我沒有看過她拍愛情故事 是好看的 她有一部說 《吸血殭屍》那一部 叫什麼 我只知道英文叫什麼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夏女友醉》 《夏女友醉》 其實已經是接近 是說一個愛情故事 但那是一個奸情 那是一個勾人老婆的奸情 也不是十分浪漫 她是說一個男女關係 但不是說一個愛情 《夏女友醉》 就是一個很好看的愛情故事 我覺得是很合理 那一部戲 裡面有扭桥 有扭桥 有扭桥 但是最好看的不是那些部分 而是愛情 我覺得是很喜歡的 那這個《Crazy Stupid Love》 我是不推薦 我以前看過不喜歡 因為Netflix有我回去看 也不喜歡 所以我已經給了很多機會 對 她裡面有講幾段的感情 一個家庭裡面 說老爸要和母親離婚 然後她出去又認識其他女生 然後又說她的女兒遇上一個型男Ryan Gosling 就是那個女兒 這些大明星好看 只有樣子好看 她也有個兒子 亦到程度初開追女兒 但是她說這麼多一段感情 沒有一段好看 我覺得是不行的 沒有感覺的 這些戲 你講這麼多一段感情 你只有一段好看 都已經很差了 你沒有三段好看的感情 你就不要拍出一個有三段的 你又不要拍出這樣的戲 而她的情況是沒有一段好看 我覺得是below average 甚至乎是 所以這齣戲我是不推薦 雖然只是有些大明星去做 這齣戲是那個什麼 這是愛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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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餓虎藏龍 逐集 不知道什麼 青元劍什麼東西 這是愛情片 但是這齣是一齣 這齣是拍中文古代 但是裡面的角色全部講英文 是啊 我記得 她是愛情片 甚至乎 《惡虎藏龍》 你可以說是愛情片 但是 很難 我覺得這個是 是圓和平的人生烏點 簡直是 很垃圾 這齣戲 真的 這裡 補充一下 Ian說是飢渴有罪 那齣是thirst 先生騎士說 隔壘算不算愛情片 我覺得那個算是愛情片 但是是一個很難的愛情片 是垃圾愛情片 對嗎 她是走愛情路線 但是 那齣是不好看的 因為那齣戲 你一定要當她是愛情片 因為她 她銷售是SM 那些 但是她的SM 沒有SM 只要浪費 你知道嗎 她好像用力一點 就說SM 搞錯啊 是離譜的 真的是 廢 是吧 看一下 還有其他什麼戲 數到很難的戲 其實很多都不太好看 是吧 說了這麼久沒有多少出 我好推薦 點對點OK 我覺得 如果你可以衝破心魔 它裡面那個 是講一個 中港之間的愛情故事 如果你可以 就是 放低 放低 對 放低 對 你的成見 你要以會 她裡面那個 大陸女生的樣子 的確是OK的 放低 那個不是一個大媽 其實這齣戲是OK的 是可以看的 還有 ECA ECA 沒有理由 ECA不是愛情片 我 校園片 我不知道怎樣 classify 但是 我覺得 不是愛情片 但是 都OK的 挺有趣的 是吧 EQUALS 我就不喜歡 那個女主角 就是TWILIGHT 那個女主角 整天好像很頹廢 那個 這齣戲 我覺得 一般 不爛的 但是 你有更好的選擇 我覺得愛情片 你不是男女主角 都好看 就不行了 其實 我覺得那個男主角 OK 那個女主角 我不想看 所以就不OK 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 我就聽過很多 我相信是好看的 這齣戲 我沒看過 我很期待 找個時間去看 應該是好看的 應該是 OK 還有 The Fault in Our Stars 就是一個老套的絕症故事 一個是閉腳 另外一個 他怕死你不知道 他長期背著氧氣筒 然後又絕症 又等等 一個中學生做的絕症愛情故事 就是走那種路線 但是我覺得這齣戲有兩個特別的位置 第一 就是他裡面的對白是寫得好的 尤其是他那一個結局 就是 有封信讀出來 我覺得那封信他寫得很好 寫得很好 就是那些對白 他讀過信 你可以當他對白 那些文字 不是一齣戲都有這麼好的文字 所以我就很欣賞 這齣戲那些文字 是合理的 還有他結尾 配合那首歌 很好聽 我覺得這齣戲 只是為了看他最後的結局 只是為了看他最後的五分鐘 我覺得是值得看的 但是有些人覺得 很嘔吐血 這些故事 沒得好說 但是這齣戲 我覺得他是一般 但是結局為了他加了很多分 所以這齣戲 其實我是推薦的 好 看看還有 沒有看過 很多都沒有看過 有人說《辛不了情》 《辛不了情》 就是那個袁詠儀 和劉青雲那個 其實那齣戲 我覺得是一般的 我覺得那些主角很好看 但是那個故事一般 其實我覺得是一般的 這齣戲 這齣戲是否我們也看過 這齣戲 這齣戲 我們也有看過 這齣戲 你也有看過 《He is just not dead into you》 這齣戲不是愛情片 他講一些戀情的關係 這齣戲是女人片 我覺得 他是講幾個女主角 在不同的愛情關係裡面 然後他們都不約而同 都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不知道 他們喜歡那個男人 是不是真心喜歡他 他是玩一下 還是怎樣 還是懶得改變 因為已經是夫婦的關係 不想離開我 還是怎樣 或者那些男人為什麼這樣對他 原來那個事實就是 對方其實不是對他 真的很喜歡 但是他不斷 說很多其他的事情 就是為那個男人解釋 不是的 其實他也挺喜歡我的 不是 那個不是事實 他真的不喜歡你 他是要女性明白那個事實 但是這個就是好像剛才說的 那些戲 他裏面講幾個不同的關係 那要很多 很多段關係都要好看才行 如果你說很多的關係 但是在這齣戲裡面 我只是覺得一個女生好看 就是搞笑那個 他裏面有很多明星 最好看的就是不出名的那個 只有那個女生搞笑 好看 其他我覺得都不是 就是我都是麻麻 不是很值得看 就是他就很好看了 你有沒有看過 你有沒有看過 沒有啊 我覺得這齣戲就很好看 必看 必看 如果你有看過的話 就是講這個人 他跟那個APP去談戀愛 這個是一個未來的世界 這個是一個未來的世界 這個是 他的對白寫得好 他的戲也拍得很漂亮 還有 雖然是個APP 但是你不覺得很 蠻蠻蠻的 他結尾還要有twist 我覺得這齣戲是很好看的 就是一個難得的佳作 一定要看 Heech 就是講 Will Smith教人怎樣追女 他自己又追了一份 就是這樣的戲 就是一些荷里活戲 是好看的 是好看的 所以Heech 都推薦的 The House Bunny 我很喜歡Anna Ferris 就是那個House Bunny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奇才 是超好笑 我覺得Anna Ferris 她拍很多戲 我都很喜歡 所以這齣戲有她 我就覺得是值得看的 還有 有當時未出名的Emma Stone 但是我覺得最好看的 都是Anna Ferris 所以這齣戲是適合看的 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 OK 這些這些這些 這些都不是英文戲 我相信有一些 前兩天不是看了一套 那套都是愛情片來的 哪一套 講什麼的 你還沒錄片 所以我忘記了 前兩天我做 我 你先想起 你想不起 我覺得 好 A Nice Tale 如果喜歡看 小丑那些 的舊戲 Heath Ledger 那些舊戲 都可以看 因為Heath Ledger 他不是帥哥 但是這齣戲裡面 他走帥哥路線 就是禁冒 亂冒頭髮 等一下他會有的 他走那種路線 原來以前是 也OK 但是這齣戲 其實這齣戲是運動片 古代的運動片 其實他可以改造 例如美式足球 那些 我覺得 我覺得一般 純粹是為了看那個主角 OK The Lady 我沒有看過 但是現在 昂山素姬 他搞到這樣的狀況 我不知道 你以一個什麼 的心情來看這齣戲 我有看 是嗎 有沒有很感動 有啊 我當時的時候 當時 那現在呢 現在沒眼看 現在沒眼看 那你推不推薦 我當時是推薦 我記得我有出post 是嗎 那你現在還推薦 我很喜歡昂山素姬 我又很喜歡看真人真事的片 但是 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 好 那這裡呢 有些聽眾就問 About Time 怎麼看 是嗎 我沒有看到那個poster 我就不記得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 是不是說 About Time 是不是說 就是可以 回到過去 然後 我記得有個人 他追女追失敗 追不到 但是呢 他就有個回到過去的能力 可以再追過 終於就被他追到 然後呢 他在不同的地方 就用這個能力 那出 我覺得一般 但我聽說 很多人很喜歡 但我自己就覺得一般 很方便 因為我覺得 很適合 我覺得很適合 你知道嗎 他追不到那個女生 其實我覺得那個女生 其實不喜歡他 然後 他 他用很多方法 重複試很多次 然後被他追到 我覺得很狡猛 但是 我也明白 你可以說 那不是 沒有逼他 只不過是 第二次機會 第三次 但是 我覺得 我覺得 不太喜歡 好 這裡就說 Nicole Kidman 不速之客 好像很好看 我覺得是其中一出最好看的恐怖片 我還記得那時候 還沒有Blu-ray 我買了DVD 他有個位置 是 在電影裡面 是說 他在樓上 有些人 有腳步聲跑過 我家裡的設置 真的好厲害 真的好像樓上 有人跑過 真的被他嚇一嚇 除了他裡面的 驚嚇位 處理得好 他不是jumpscare 是一些有品味的 恐怖片 最後他還要有個twist 有故事 有Nicole Kidman 有驚嚇位 是一出很好的恐怖片 好像Netflix沒有 但是那一出很值得看 買碟也很值得 我覺得那一出是 看看 這裡是John Smith 他說 我有聽過很多人很喜歡 但我不太喜歡 但是為什麼The Lady 是Romantic movie 他這裡擺很多 不是Romantic 是嗎 這個也是 也不是Romantic 也不是Romantic 電影 泰山 除非 我很多男聽眾 他又沒有拖拍 如果他喜歡看 他只是大隻佬的 哈哈哈哈 都Romantic 這樣就Romantic 你可以看一下 但其實出戲就一般 我覺得 我覺得 No 這個 楊過與小龍女 好像是 純粹看張國榮 那個女主角都很漂亮 是誰 是不是雍正正 那個 好像是 你看那些主角 看看他們的樣子 但出戲就一般 而且都不適合原著的 這張 A lot like love 我剛剛才說完六片 非常推薦 是值得看的 但我不在這裏重複 我說過些什麼 我很喜歡的出戲 我翻看過很多次 那些自明春嬌 我覺得三集都好看 如果你沒看過的話 周星馳那些也不說 全世界都看過 Romantic movies 是 是 是 Midnight in Paris 這齣戲 我覺得 是很震驚 因為 Owen Wilson 他這齣戲裡面 他的神態 他真的做到 好像Woodie Allen 那樣 他說話的語氣 我想他是故意扮演 他是真的很像 Woodie Allen 現在Woodie Allen 很老 他做不到這些角色 他找人替代 是好 我見過 Jesse Eisenberg 都扮演 Woodie Allen 都很像 但我覺得 Owen Wilson 我覺得他不是愛情片 我不懂怎樣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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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以前的年代 都是那些穿越故事 他都有搞女的 但最重要的是 他愛上那個 我覺得不是以前的女生 是那個時代 那種的氛圍 就是他就是喜歡那個年代 如果Romantic 是Romantic 那個時代 就不是人 就是Romantic 那個對象 所以 但是 是挺好看的 是不錯的 那些懷舊的感覺 那些 Mr.Right 我就喜歡 我不記得他的名字 那個男女主角都OK 兩個我都喜歡 那個女主角 就是他的臉很硬 就是那個 那個男主角 我一向都喜歡 突然間 不記得他的名字 但是出戲就一般 我記得我看過 我覺得很失望 這個女生 她的樣子很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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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是不漂亮 但是很不自然 那種感覺 但是不是整容的 她的樣子很膠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直接是 硬的 是不是 塞了紫皮 但是你又很喜歡他 我說OK 我很喜歡那個男主角 我很喜歡那個男主角 但那個男主角有很多其他戲 是更加好的 很多的 舒奇那些戲 不要說 《Never Let Me Go》 如果你沒有看過 都好看 我也喜歡 我回看過幾次 是那些看完會不開心 那一類戲 所以我也不會回看很多次 但是這齣戲本身是好看的 他是改編一個出名的小說 我不喜歡那個女生叫什麼 Morrigan 我記得 Michelle Morrigan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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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覺得他不漂亮 除了這齣戲 在這齣戲裡面 他很漂亮 所以你為了見識一下那個女主角 我覺得也值得看 而且那個故事也挺好看 就是講一個 我不應該穿巧 我不講那個故事 沒有必要 是嗎 那個愛情的成份 不是很重 但是 是有一些 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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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齣戲 這齣戲 好看 這個 阿夫人 覺得好看 我覺得也不錯 我有看過 因為那個男女主角 也不錯 Catherine Sater Jones 還有另外那個 那個女兒 我一向都喜歡 這個女兒 這個女兒就是 一定是 裏面做女的 我覺得他好看 就是同聲 我很討厭同聲 但是這個同聲 OK 因為他不是很吵 那些 那些 那些小朋友 你不是很討厭同聲 你很討厭小朋友 是 男主角也好看 男主角也好看 那就是講 他們 在一個餐廳那裡的同事 來的 初頭說很不對 後來就 撻出愛火花 那類的 老土戲 但是這些戲 男女主角好看 好看 其實 是吧 Notebook好看 看看 那裡 那裡有 看看 這裡 Mr.Nobody 有否在Netflix 應該沒有 但是我很推薦 買碟 Mr.Nobody 我也值得買 我覺得 Mr.Nobody 就是一個很好的愛情片 我覺得他裡面 有一些 關於愛情的段落 因為他其實是很多個故事 他有一些關於愛情的段落 我覺得很好看 我覺得很好看 有時候看小說 看到某些位置 你覺得 那個胸口 真的看得會動 拿著 這樣 Mr.Nobody 就給了我 這樣的感覺 其實裡面 有幾段 這樣的故事 很好看 但是他其實也不是 他裡面最骨幹 是一個愛情 但是他又不是一個愛情片 其實是科幻 其實是科幻片 但是他愛情的部分很好看 那麼 他音樂也都非常好聽 相當推薦 所以你不要等Netflix 直接去買碟就可以了 這個一定有碟 我沒有看過 你應該有看過 你應該有看過 我一定有 我一定有播給你看 好 這個 No Strings Attached 我喜歡Nathalie Portman 又喜歡Aston Kutcher 但是都覺得這齣戲不好看 你就知道這齣戲是幾個一般 那我就不推薦 OK Notebook 很好看 你是不是有看過 是啊 是啊 那你過來 就是很好看 就是很好看 我沒有看過 男生合不合看 會不會 因為我經常擔心 男生 我不懂得分 那倒是 那倒是 但我有打算看 但我沒有看過 Notting Hill 我都沒有看過 OK 有些戲很多人 Notting Hill我也有看過 是吧 好沒有看 你覺得 我記得好看 你覺得好看 但是我忘記了說話 我記得好看 只是記得那個感覺 其實你可以翻看 當新戲 所有戲都是 PK就好看 但是這個是笑片 是吧 一個諷刺宗教的電影 像宗教的電影 多些 我就不會當它是一個愛情片 但是值得看 好看的 是吧 Proposal 我很喜歡Ryan Reynolds 他很久以前 他不紅 他做Fan Wilders 那時候 我都已經喜歡他 其實 那部電影 說 他如何整鼓 那些同學 讓他們吃蒸 哈哈哈哈 我已經很喜歡他 但是這部電影 我覺得很不太 所以這部電影 真的是很不太 連主角也救不了他 是吧 傳了一部電影 我也可以的 但是我覺得是出戲 我覺得 OK Rumor has it 我最近第一次看 我是很不喜歡 就 就是 我簡直不想生活 我覺得這部電影 不值得看 浪費 哈哈 好吧 這個不能說的秘密 很多人都看過了 不用說了 這個很好看 是嗎 我覺得一般 這個Sleep Less in Seattle 你有看過嗎 我有看過 但是我覺得很不太 很多人說 經典愛情片 Tom Hanks和那個 Mac Ryan 有啊 好像 什麼西雅圖的天空 有啊 有啊 但是我覺得很不太 因為我覺得他們是姦夫淫婦 還有 他們說得很浪漫 有緣分 但是 我覺得 很笨 我覺得整件事是 因為我覺得他們是搞到很困難 搞到好像很有緣分 但是不需要搞到這樣 我覺得是找來搞 我覺得是 這些就像611那些 搞到事情很困難 然後求神職 你不搞到那麼困難 你就不用求神職 你根本上自己搞出來 根本上就是 我覺得是 有那種這樣的感覺 還有他這齣電影 我覺得 尤其是Mac Ryan 他已經是有未婚夫 不知道怎樣 然後他為了一個不認識的人 撇了他 所以我覺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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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他的角度 他就很浪漫 就是為我犧牲 他犧牲了老公 哈哈哈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我 我覺得 這個 Stardust 很多人踩 我覺得 都OK 這齣電影 這齣電影 不可能是 是愛情片 我覺得 那些幻想 那些幻想 我認為那些幻想 看看 還有 這個 我應該看過 To Roam with love 也是 Woodie Allen 好像剛才 Mid Light in Paris 這個是再厚一點 這是Jesse Eisenberg扮演Woodie Allen 但這齣戲沒有《Midnight in Paris》這麼好看 《Twilight》全部都不推薦 《The Ugly Truth》我老婆看得很high 我就覺得很麻煩 這齣戲說過女生做電視台 她要跟一個男人拍檔 但那個男人很討厭女人 不相信愛情 後來又撻出外火花 冤家變成情侶那種戲 但我不喜歡女主角 男主角我不想看她做愛情片 Jerard Butler 你這樣很有偏見 你不喜歡那些都不關電影的事 那齣戲是她做的 怎會不關她的事 整齣戲就是看她 但是 怎麼不關她的事 我覺得她好看的 OK 我很喜歡看這些 這些類型 是你喜歡的那類型 但我不太喜歡那個主角 《Up in the Air》我推薦 她不是愛情片 我不知道她說什麼片 什麼事業片 什麼片 劇情片 其實是關於一個男人 關於George Klutney 也蠻好看的 尤其是有那個 Fira Farminger 很好看 我覺得 但是不是愛情片 你需要回應一下聽眾 是嗎 Vanilla Sky 有人問 烤天有沒有看燃熙公糧 那麼多人死 不見你死 這樣的問題都問得出 秋天的童話又發覺很棒 以前我小時候入戲院看的 但可能太小了 我覺得很悶 我小時候唯一看完電影 唯一記得的是 你媽媽大減價 《憶你爸爸》 我只記得那個 然後回家整天唱 然後我爸爸問我 你知道唱什麼嗎 哈哈哈哈 但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 但是我知道很多 上了年紀的人很喜歡 例如以前我在明報上班 有些老我一輩的女同事 她說 Favorite 然後不斷說 她裏面的情節 背的對白 有些人很喜歡 我自己就不喜歡 我自己就 先看看 Vanilla Sky 也不錯 我記得這裡有 啊這裡 Vanilla Sky 我覺得都不錯 我最近有翻看 以前我小時候看過 我覺得很麻煩 翻看我覺得 OK了一點 但是 我覺得不是 Tom Cruise 真的很好看 那些戲 例如 Tom Cruise 如果我看愛情片 我會想看 Jerry Maguire Top The Best 這個 都OK 但是 有些人 他直接說 這齣戲 好像也是 Jerry Maguire的導演 那個導演 那個人 忘記了 他叫什麼 Crow Chameron Crow Chameron Crow 這齣戲 因為他有一個原裝版本 那些人說原裝的很好看 所以 Tom Cruise 很差 我又覺得不是 這齣戲 不難 不差 我覺得 也比原作差 應該也會 但是 這齣戲 不難 還有 那個人 Tom Cruise 是最高 很好看 好 還有 這齣戲 推薦 不是很多人看過 我相信 What If 是很好看 我覺得 如果你沒有看過 我是非常推薦 Netflix 可以看 Harry Potter Harry Potter 拍愛情片 是好看的 那個女主角 Sowie 好像是 名字好像是 他們兩個很好看 很好看 很好看 就是說 他們是best friend 但是那個女生有男朋友 然後說他們的愛愛媚媚 那些timing 那類的戲 首先他們兩個好看 我不是Harry Potter的粉絲 其實我不喜歡他 但在這齣戲裡他很好看 另外再加上配角也很好看 因為那個Harry Potter 他有個男生的朋友 那個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就是Star Wars裏面做新的黑武士那個 那個人在這齣戲裡超搞笑 超搞笑 他為這齣戲加了很多分 你猜不到那個人是這麼搞笑 超好笑 因為我看這齣戲 那時候還沒有Star Wars 我不知道他會紅 那時候我已經覺得 這個演員是很好笑 後來現在他做那個 紅了 後來他又拍那個Patterson 也是很好看 那是我去年覺得最好看的電影 所以這齣戲是 前年是馬Patterson 就是前年 總之是那一年我最喜歡的電影 這齣戲是很好看的 如果你有看過 非常推薦 你馬上去看 馬上去看 馬上去看 即是完整今晚節目 馬上去看 知道嗎 我準時12點完 你馬上去看 這個女生是一個神人 Alexandra D'Addario 她的樣子漂亮 她的眼睛好像絕了 好像黑洞 我不明白她的眼睛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她的胸部很大 很漂亮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女神 我沒有看過 但是我有可能因為她去看 但是那個男主角我很不喜歡 我很不想看 即是那個男主角是唯一一個 就是阻礙我看這齣戲的半腳石 如果不是我就看了 其實是為那個女生 是吧 OK 那麼就 等一下 YESMAN沒有看過 You Again 我老婆也看過 這個不是愛情片 這個就是說女性之間的勾心鬥角 是吧 OK 這個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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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很記得 有個Bell字 另外 她裏面的敵人 我不記得她的名字 我真的要讀一下她的名字 因為我很久以前 我已經覺得她很漂亮 她叫做 沒有啊 沒有啊 她沒有寫她的名字 她在這齣戲裏面 她有個敵人 是她以前的女同學 那個女生 她以前拍一些比較秀的 她也有做過女主角 做一些恐怖片 好像 JJ Abram那個有怪獸 那齣戲呢 我不記得她的名字 你剛才看到了一群女生 在那個片頭 還沒有試試看一個 是吧 你是不是可以指出 是啊 可以指出 等一下 這個啊 這個 中間紅色色 中間的 DETAILS 這裏有啊 這個 Old Dad Annabelle 她現在改了名字 她嫁了人之後 改了名字 那你自己去搜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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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Cloverfield 她的畫面不停地動 你看不清楚她有多漂亮 她有做過出恐怖片 你自己上IMDB那裏看 那裏呢 那裏呢 你只是為了看她 拿來看看就行 她的樣子是很漂亮的 然後她的身材是很 很Slim的 她不是大胸那類 但是她很漂亮 但是她沒有戲拍的 她是 就是我覺得很不fair 但是我很喜歡她 所以就是為了 就是為了 是 看她 我覺得可以是 OK 好 那 看看先 今晚 就推薦著這麼多 是吧 就說了很多 就看一下 一些聽眾的留言 先 有人提醒我 那個Adam Driver 是呀 是呀 他在那個What If裡面 超好笑 他裡面真的有些金句 超好笑 你真的 你猜不到他有 那一面 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 懂得演戲的人 好吧 那 就 等一下 有人就說 希望 靠天 出那個 A Short Film About Film 還是A Short Film About Love 他剛才說 A Short Film About Love 那我留意一下 有沒有出這樣的電影 OK 看看先 有人問我 妙麗拍愛情動作片 好不好看 那 愛情動作片 是不是Beauty and the Beast 你說 哈哈哈哈 那一張很多動作 那一張都 那 就 OK的 看看先 Vanilla Sky 有些人都挺喜歡我推薦那些電影 有些人說 Up in the air 好看 這個就說 《迷失東京》 《迷失東京》 我記得 早前Netflix有 他現在好像沒有了 因為我剛剛想翻看 他就沒有了 我加了很多電影 但看不及 City of Angels 是不是講 Nicolas Cage 和 Mac Ryan 有人看 Evil Sonic City of Angels 有一陣子我回看過 City of Angels 起碼20次 因為有一陣子我很喜歡 Nicolas Cage 但後來我就意會到 City of Angels 是一般 你知不知道 他文藝那一籠 他 是 純愛那一籠 有些造作的感覺 但是 我是喜歡看 Nicolas Cage Mac Ryan 也不錯 他裡面的音樂 當然是經典 是吧 好 今天晚上 先說到這裡 晚上11點 54分 聽了歌 剛剛好 12點 就結束了 那你就可以去找那一籠 What If 來看看 如果你沒有看過 好 多謝各位今晚收聽 今晚節目 就到這裡 拜拜